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普京重建了莫斯科对前苏联大多数非俄罗斯族共和国的影响力 恢复了俄国在中东 非洲和拉底美洲的强国角色 在美国的许多欧洲盟国结交了朋友 在美国国内政治中为俄国争得了比苏联时期更大的影响力 然而 普京唯有对一个国家没有势强 那就是中国 周三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上海 两国在上海签署了一项从西伯利亚通过管道 向中国输送天然气的协议 普京一直对中国非常恭敬 尊重 甚至形容习近平是一个可靠的好朋友 当然 重要原因是俄国越来越依赖中国经济 在一定程度上 是由于俄国在克里米亚和其他问题上 受到西方经济制裁所导致 普京作为一个头脑冷静的现实主义者 肯定会看到中国在经济军事上越来越强大 而俄国却停滞不前 随着俄国日益依赖中国 北京有朝一日可能会限制莫斯科 实际上是限制普京本人在国际行动上的自由 然而 普京并不承认中国可能对俄国构成威胁 这是为什么 一种解释是 普京认为主要的威胁来自美国和西方 因此没有充分的关注来自中国的潜在威胁 但鉴于普京对任何威胁都极为敏感 这种解释说不通 另一种解释是 普京实际上理解中国政变的比俄国强大 但认为莫斯科从属于北京 好过从属于华盛顿 不管中国想从俄国得到什么 却并没有像普京担心的美国那样 试图通过颜色革命来实现俄国的民主化 但很难相信 普京认为川普对俄国构成了任何这类威胁 普京必定看到西方几乎无法组织一场针对他的民主革命 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 普京继续尊重习近平是由于他认为 只要北京将华盛顿视为主要威胁 中国就不会威胁俄国 对此 一旦中国对俄国构成威胁 那么他也将对美国和西方构成威胁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无论俄国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有多么差 与较弱的俄国结盟对抗强大的中国 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美国和西方的利益 这种愤世嫉俗的逻辑更加符合普京的个性 与中国进行全球竞争的西方领导人 无论多么讨厌普京 很可能更愿意俄国站在他们一边 而不是导向北京 此外 如果莫斯科转而支持西方反对中国 西方领导人可能宁愿冷眼旁观 让莫斯科和北京专注于彼此对抗 而不是与西方竞争 这完全不是注定会发生的事 但可能会鼓励像普京这种反西方的俄国领导人 在中美之间余力而不选边站 实际上普京没有这么做 这暗示在他的算计中 敌意和犬逐主义比理性发挥更大的作用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之记》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